台湾是一个藏着很多帅哥的地方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他们的帅气带着台湾特有的儒雅和谦和 是那种散发着柔性光辉的男性之美 不柔不俗 大家好 这里是一只稀稀粒 今天为大家盘点一下那些年惊艳时光的男神们 一 费翔 费翔是大家十分熟悉的歌手 她是混血儿 出生于台湾 毕业于斯坦福大学 1992年 费翔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 就一举获得了金唱片奖 119公分的身高 精致的混血儿面孔 特别的物资以及嘹亮的歌喉 让当时的费翔真的就犹如一团火焰般 从春晚的舞台烧到了各大节目现场 费翔前后拥有过五段感情 第一段就是和叶千文 彼时费翔才二十出头 他和叶千文私定终生 却被父母阻止 而后费翔谈了四任女友 结合初恋一样 以失败告终 大概是感情都没有善终 所以费翔没有选择结婚 如今61岁的他依旧截然一身 61岁是年过半百的年纪 但是他的状态优越 从他在社交平台晒出的照片看 他的五官依旧精致无比 身材并未发福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子 优雅的气质 二 金成武 金成武出生于台湾 后来到香港发展 是当年知名的亚洲偶像 金成武年轻时的颜值 可以说是360度无私角 是当年万千少女的梦中男神 感情方面 金成武曾与杨采妮 公泽李慧 吉村美济传过绯闻 虽然外界传闻四起 但金成武却回应 没有一段恋情是真的 纵使怎样万人瞩目 其实我也只不过是一个人 我没有所谓的理想情人 据悉 金成武目前隐居在日本 生活起居都十分低调 也甚少出行 被群众拍到 不过 有媒体爆料 金成武在日本 迷恋了一位东京女孩 只不过 两人交往期间十分低调 金成武似乎也并不打算 向大家公布自己的恋情 把对方保护得小心翼翼 如今年近五十的金成武 男范儿十足 丝毫不减当年 还能和晓自己几轮的周冬雨 言感清晰 当时那个年代 很多偶像明星 都不敢公开恋爱结婚的消息 如今 娱乐圈早已开放透明 希望金成武能够拥有一个好的归宿 三 彭于燕 彭于燕可是这些年一直人气 高居不下的男神 自从出道以来 彭于燕走的就是行单路线 她的身材超好 浑身的肌肉 荷尔蒙十足 不仅女粉多 连男粉丝都是一抓一大把 虽然外形优越 但彭于燕的感情经历却很少 目前已知的是 她的初恋女友是她的同学 两人相识于一个圣诞舞会 一见钟情 但最终也是以分手结束 今年彭于燕已经40岁 依然没有传出婚讯 近期 有博主晒出了在香港某个街头 偶遇彭于燕的照片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 彭于燕已经恢复了以前的完美身材 手臂上的肌肉也十分明显 肌肉线条很好看 看得出她在这一段时间内 一直都有在坚持锻炼身体 保持良好的体态 该博主表示 彭于燕本人的性格特别好 跟她提出合照要求 对方都会积极配合 而且她本人说话的语气也很温柔 让人觉得特别卧心 4.秦翰 秦翰年轻的时候是一等一的美男子 曾主演过无数经典影视剧 跟大美人林青霞更被外界视为金童玉女 年岁见长以后 她脸上有了岁月的痕迹 身材也没有从前挺拔 但气质依旧出众 儒雅形象深入人心 已经三年没拍戏的她 透露因不可抗力影响 不想往返隔离 所以推掉了不少演出邀约 选择而留在家乡 秦翰说到疫情前她常常出门打球 但现在不爱出门 沉迷于早年收藏的黑胶唱片和音响 除此以外 她还爱在家追剧 以弄孙伟乐 5.林瑞扬 20多年前 林瑞扬是红遍两岸三地的琼瑶小生 指着今日 很多观众还记得林瑞扬当年精彩的演绎 和迷人的美男子形象 29岁时 林瑞扬的事业做得是风生水起 作为当红小生 爱情也不能落后 她的第一任妻子是曾泽珍 后来因为林瑞扬爱上了张婷 导致了第一段婚姻的结束 2006年 46岁的林瑞扬向张婷求婚 张婷面对林瑞扬第九次的求婚 终于答应了 然后两人就共同经商 林瑞扬很有经商头脑 做一人的同时 开始投资房地产 摇身一变 成了身家几百亿的地产大亨 退圈的时候 她才39岁 她把最帅气的一面都留给了观众 但是当她做了真正的商人之后 气质变了 从帅美男变成了油腻大叔 现在身体发福 头发全摆了 本来颜值很高的一对夫妻 现在倒像祖孙俩了 只可惜 后来两人为了赚钱失去了方向 甚至触及到了法律的底线 张婷 林瑞扬涉嫌传销 两人一共被处以 2100万的法金 他们公司的繁荣昌盛 已成过去式 现在一片寂寥 可以用倒闭官门来形容了 六 秦湘林 穷瑶形容秦湘林 世光站在那里 就会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 玉树临风 但凡能想到的夸人的词 都能用来形容她 由于长在了穷瑶的审美上 以至于穷瑶剧里面 很多男主角都是由她出演 职场得意 情场也得意 因外貌得艳福 再加上来者不去 这才有了一段 错乱复杂的情感事 她一娶谢贤女友 二追田哥皇后 三炮林青霞 最终选择了一个 平平无奇的化妆师 度过下半生 婚后没多久 妻子就为其生下了两个儿子 二人结婚三四十年 一直生活得安安稳稳 之后的秦湘林 会偶尔回台湾参加一些活动 只是当我们再次看到 秦湘林的时候 往日风采早已不再 七十四岁的她 面容苍老到 完全让人认不出 但不可否认的是 当初的她 也是娱乐圈的顶流 七 林志颖 美人不分性别 林志颖就是个 不折不扣的美人 九十年代的女孩子 有几个床头 没有她的海报呢 随便拿一张 她十七岁的照片 或者和四大天王的合影 都会承认这个花美男 美得雌雄莫变 大家都知道 林志颖很喜欢赛车 她对赛车的热爱 到了什么程度 谈恋爱也不离车 小她九岁的妻子 陈若宜 就是她在车展上 认识的车模 那时的林志颖 已经事业有成 而陈若宜 虽曾以女团短暂出道 但一直未成气候 于是婚后 退守家庭 相夫教子 不久前 林志颖发生了车祸 百年林志颖 毁于特斯拉 这是很多网友 对于这场悲剧的总结 虽然父子俩 最后没有生命危险 最新消息也透露 林志颖已经清醒过来 但是这次受伤 还是非常严重 车祸撞击 导致脸部肿胀 脸骨碎裂 如果进行脸部重建的话 就算是权威的一生 也至少需要治疗一年的时间 希望我们的不老男神 能早日康复 8.焦恩俊 很多人不知道 焦恩俊是琼瑶旗下 首位签约一人 不得不说 琼瑶阿姨挑人的眼光 是真的好 干净的健眉 一双寒情的桃花眼 眉眼立体深邃 搭配起来深情似水 当他专注看人的时候 谁又能受得了 这种超强的电力 望着一人 就仿若眼里全是对方 焦恩俊结果两次婚 都是离婚收场 第一次是被告知离婚 第二次本以为是友好分手 可没想到 女方转脸就上综艺说 他们是业障 不过 焦恩俊和女儿关系很好 是个宠女儿的好父亲 此前 焦恩俊发了自己的近照 网友直呼 他老得太多了 焦恩俊真的是太不注重保养 现在54岁的他老了很多 曾经的盛世美眼已不在 不过他的身材 依旧保持得很好 现在的焦恩俊热爱摄影 社交账号里 大多都是他平时拍风景 拍人物的照片 9.赵文轩 赵文轩是标准的美男子长相 浓眉大眼 配上深深的酒窝 怎一个帅子了得 偏偏他还自带一种儒雅 风度翩翩的气场 举手投足间从容闲适 时刻散发着他那优雅的气质 浓郁乌黑的眉毛 配上深邃多情的双眸 这样的赵文轩 在帅哥如云的娱乐圈里 也是独树一帜的存在 因为气质极佳 赵文轩多次饰演孙中山 被称为孙中山专业户 在感情上 赵文轩这么多年一直未婚 这个源于他对爱情的理解 他曾经坦言 我觉得感情是一个很荒唐的东西 我所理解的爱就是两情相悦 如交似妻 然后愿打愿挨 但是目前为止 我没有遇到让我奋不顾身的爱情 而一向坚持完美主义的他 始终不肯讲究 现在的赵文轩 一直坚持健身 身材保持得不错 比年轻时候壮硕不少 如今赵文轩选择在浙江定居 据他本人所说 他还在寺庙的旁边种了五十棵樱花 养了三只猫 五只狗 这些年也许头发花白了 也许没有年轻时那么的俊美 但是一直美变的 是他对于小动物的喜爱 对生活的追求 未来的生活 赵文轩只想陪着他心爱的猫猫和狗狗 岁月尽好 以上几位男神 基本都是事业外形俱佳的代表 他们堪称高质量男性 即便岁月匆匆 依旧抹不去他们与生俱来的气质 祝愿他们今后幸福生活每一天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大家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踊跃发言 别忘了点赞分享哦 感谢观看